又到9時,要起床上班 從家工作簡直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 可以遲整個小時起床 又不用迫巴士回公司 開會前還可以享受好早餐 真棒 Merry,我覺得這個不錯 例如你將角度轉一點 我覺得這個就行了 如果有500元左右的預算 這樣就可以做得好 約了客人聊天,稍後再回來 怎樣?誰打來 沒錯,報告一小時內了 這個計劃就有了,我再發給你 K,再見 完成了,趁老闆還沒回覆我 別浪費時間,先做運動 我先做運動 老闆打來了 工作很早就完成了 輕鬆下班,太好了 糟了,6時了 這份合約還未完成 終於完成了 疫情期間,很多人都開始工作自家 但這件事真的非常講求自律 不然就像VT中的阿鹿一樣 到6時也交不了貨給老闆 所以今天我們請來Isaac和Billy 他們兩位現在都是工作自家 談談他們的工作心得 但你有甚麼提示可以分享給我們 正常一點 有時人們都會懶惰,都會散眼 在家裡工作 有甚麼提示給我們嗎 也有,首先你要先熱愛你的工作 你才可以起床 你不喜歡的事就沒可能做到 我有幾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就是 工作自家時起床就要穿衣服 穿好你的衣服,穿到衣服更整齊 因為研究顯示 穿的衣服更整齊 你會自信一點 工作效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 我不會穿睡衣去工作 我一定換了平日外出的衣服 然後洗頭、穿上頭 這個挺有趣 哪怕你那天不外出 你也會換上外出的衣服 穿上頭 襪子也穿上 襪子也不穿 但我也會穿上頭、洗頭 起碼我不想去廁所 或不想做任何事 頭髮會防鬆 即是工作模式的感覺 這個不錯 還有其他提示嗎 還有兩個 我平日工作時會用番茄的工作法 我會設定一個時間 25分鐘一個時間 然後每25分鐘就休息5分鐘 這個就為了一個蜜蜜蜜 然後我能做12個蜜蜜蜜蜜蜜 我已經下班了 12個?全東西都有規律嗎 對,這是我第一次聽 為何有番茄的經營 蜜蜜的理論是怎樣 這是一個創辦人 當時要深入研究方法 就是拿下廚房的一小時 再開 25分鐘 一時25分鐘就出現 就完成了一個任務 其實他的中心思想就是 我只有25分鐘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只能夠用最高的效率去做所有事情 就去強硬擠你的工作效率出來 還有你又有適當的時間 可以去廁所休息 可以休息的時候 走一走 這個也不錯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 我三個小時工作 但你也會用手機按一下 檢查一下,做無聊的事情 我現在很專心地學習 自律的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樣 我記得還有一個提示 還有一個提示,我想記住 好…還有一個提示 叫做五次規則 因為我們平時很多人都有惰性 例如我雖然6時起床 但有時候1、2時睡眠 我都無法起床 那我怎樣去做 我的鬧鐘一響之後 我就倒數五秒 然後說我要自律 或者我要高效人生 然後就迫自己起床 馬上就嚇好了